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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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着就会开始扣分了 详细赛规已经发布给各位参赏学校 请问双方的同学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比赛即将开始了 现在先请正方主便预备 你有四分钟时间 如果预备好的话 请可以向我讲 开始 示范 示范 预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了 主席捐捐捐捐 各位 大家好 比赛之初 我们先来列个点 重了字眼的定义 第一 社交媒体 今天西门非洲大学 创新确与盟盟管理事 Jane H霆臣 社交媒體是共享資訊、共同創建、保論、修改內容的虛擬平台 現在社交媒體成為一些不可小的社交工具 常見的軟件就有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Youtube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一打一打 Sorry 不好意思,我們真的聽得不太清楚 是大小聲的問題還是 是太低層的問題 完全聽不到,不好意思 好,不要緊 請正方的同學 打斷你,不好意思 請正方的同學再測試一下你的設備 介不介意你們用一個收音設備 是嗎? 是的 是,正方的同學可不可以再嘗試說話 主便 嘗咪 嘗咪 說多一兩句其他的事 等反方看看會不會真的有一個收音問題 主持平台 各位大家好 主持平台 各位大家好 好像真的不是這樣 但我們試試轉一轉 不好意思 好,因為我們聽是清楚的 也沒有低層的問題 可能你們那邊查 例如我們說話的聲音你們是可以的 是的 但就是很低層的 很難聽得到他們說的 不好意思 你們會不會在收音設備方面做一些調整呢? 可不可以再說一兩句 不好意思 試麥 試麥 有分聽到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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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那如果 是 請再來一次 那正方的同學 還是反方需要再做一些設定?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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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正方的同學 如果預備好 可以了 主席評判 正在各位 大家好 比賽之初 我們先來了解 了解一下 面前眼的定義 第一 寫家媒體 這個新聞 飛沙大學創新級評論 管理博士 Jane H Kisman 寫家媒體是指 共享資訊 共同創天 討論修改內容的虛擬平台 現今 社交媒體成為 不可小的社交工具 常見的軟件 就有 WhatsApp、Instagram Facebook、YouTube 等等 第二 霸權 經過英國馬克思主義 歷史學家 Perry Anderson 霸權是指 上位者掌握 話語權力 用各種手段 去維持他的力量 和主導地位 再回今天的辯題 當社交媒體發行 和大企業之後 擁有龐大的客戶 和資金 和影響力 其後 就用他的影響力 去做出蟬逗客戶資料 言論審查 壟斷市場 等等的行為 成為霸權 現在連Twitter 封鎖特朗普帳號 博士和Facebook 分享數據 更新私人條款等 都屬於霸權的行為 最後 社交移民 發言之下 我望為了避免個人利益 和私人被侵害 以及自由的限制 轉移使用其他社交媒體的影片 形成了社交移民 而社交移民更新的規模 都越來越大 例如WhatsApp Signal Titter & GAB等等 都會有多人響應 社交移民之下 社交移民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 個人將他們主要使用的社交媒體 軟移 第二 完全棄用原本的社交媒體 所以 要審視社交移民是否有效 我們就要看 社交移民能夠迫使法庭 做出回應 削弱他的地位 他的行為 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 我方今天正在提議有二 第一 個人當然 社交移民可以減低 社交媒體霸權對用戶自身的影響 當用戶庭擁有霸權行為的社交媒體之後 就不再受其影響 可以避免Facebook收集用戶資料 Vocat分享個人數據給Facebook Kipper限制用戶言論等等的霸權行為 根據2013年 賀拉斯加蘭肯大後的研究報告中提到 Kipper是允許 根據用戶人口去統計信息 而推送廣告 當用戶感受到自己私隱 受到侵犯的時候 就令他們考慮去平容這些有霸權的社交媒體 以避免這些廣告的發表 可以當用戶減少霸權 用霸權社交媒體之後 可以有效防止到社交媒體 去收集一些私人的信息 推送廣告 減低霸權對全身的影響 第二就是社會方面 社交媒體可以逼社交媒體 角度活應 減低他們對社會的影響 以WhatsApp為例 他為了Facebook分享用戶資料 強制用戶要在2月之前 同意私隱條款 侵犯個人私隱 導致大批用戶 用其他社交媒體 直接增加了WhatsApp平台競爭者的競爭力 例如Signal和Telegram 在1月至4月的期間 Signal傳播下 和安裝次數約六千四百六十萬次 比去年高出了一倍之多 Telegram的用戶數量 亦都比之前大幅上升了五倍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更加確實到國庫的領袖 八個巴西、土耳其、以色列等 八個國家的領袖 都呼籲轉用Telegram 結果WhatsApp在一年頭四個月的 下載量比20年同期 倒退了四成三 一月初英國下載量的牌 更加由第八名 跌到第23名 但普通的社交媒體更加出事了 美國地方政府將WhatsApp 告上法庭 社交媒體帶來的那種壓力 令WhatsApp在11月11日就作出回應 並一十六號碑卡宣布推遲全球20億 用戶必須接受更新條件的期限 直到五月份 可見社交移民會 直接增加社交媒體百分 同意競爭者的影響力 甚至直接以群眾的力量 去迫使百分出回應 最後想問一封同學 今天你和我要離開Facebook 一個社交媒體百分 最快的方法是否用Facebook 叮叮 好,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是4分0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同學預備 準備好可以說開始 現在收得清楚嗎? Testing 是,清楚 可以 OK 定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 大家好 時至今日,社交媒體行業的發展 令他們成為了不可或決的存在 Facebook多年以來不斷收價合併 壯大了事業版圖 繼而成為社交媒體的龍頭 根據2020年Facebook官方發表的數據報告顯示 即計每日都有1億8千萬購約用戶 因此有不少一定影響力的人 都會透過社交媒體作為宣傳工具 我們就以特朗普作為例子 Twitter是特朗普任期內主要的標誌之一 但是在上次美國大選中 特朗普因爭議性言論而累租禁言 令共和黨的支持者大為不滿 而引致社交移民潮 可況今天反對於這條辯題的原因有二 第一,新興社交媒體普及性低 難以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其實社交移民在香港早在2019年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Facebook的活躍用戶不跌反升 即使在2020年美國大選將社交移民潮發酵 對於Facebook的活躍用戶數字依然是蒙太大影響 根據Statis特朗指出 Facebook在2020年10月的活躍用戶數字有27.4億 而即使在所謂的社交移民潮之後 MIV的活躍人數只有1600萬 足足171倍的友方同學 講到底,為什麼今天標榜著安全的MIV 活躍人數這麼少?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要付錢才能享受完整的內容 價錢還要不便宜 會創立一個專業成為15.45 噢,當你想跟朋友打電話聊天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又要再付多一次錢? 不用我多說 在錢的面前 比起用錢賣自己的安全的營運模式 他們更想用自己的資料換取完整的功能 為的只是想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已 我們再用另一個例子 在前面的香港 因為WhatsApp傳說有關CNN的問題 因此有不少人都下載試用了Twitter 不是,Telegram 下載試用了Telegram 雖然Telegram只是賣廣告 但是在全球的下載量和匯約數字 依然是與WhatsApp無法比的 匯約用戶只有5億 根本無法達至友方同學後中所說的社交移民潮 因此今天友方同學 你說想用社交移民潮去抵抗媒體霸權 根本是無稽之淡 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創會會長方寶橋 接受訪問時提及 近日見到本港網民對於科企霸權的懷疑 從而出現用戶轉移即將 他認為肯定有移民潮 只是新平台最後有幾次呼吸 就是另一回事 今天就正正有這個情況出現 當今天社交移民潮不成氣候 新平台無法與社交媒體龍頭抗爭的時候 社交移民又能否有效對抗呢? 社交媒體與其他應用程式不同 當你那幾個人用的時候還能否發揮到原本的作用呢? 第二 即使是形成了社交移民潮 也只會成為第二個霸權 今天社交媒體霸權的形成 其實只是源於企業的貪心 他們一心只是想將利益最大化 股東亦不例外 他們只是想增加利益 當回報沒有辦法符合他們的預期的時候 就會向公司施壓 當公司不降低貧質賣廣告提供利益的時候 就會拿客戶的資料賣給廣告商 所謀利 正正正與現在的Facebook一樣 就連當初主打沒有廣告 沒有外套收入的Telegram 也都在上年的12月瓏夢破滅 所以還沒搞到個匯率數字這樣 若果當參與社交移民的人想藉著這次行動反抗壟端 他們是全定失敗的,這只是一個循環 就像唐朝打敗了另一個霸權,之後興建起另一個宋朝一樣 到想反抗宋朝的時候,原來有能力的又是另一個霸權 當今天我們看到在整個結構制度上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打到這個歷史循環 你是唐宋元明清朝還是現在都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事情 今天有方同學認為社交移民可以對抗社交霸權 原來你們所講的有用就是WhatsApp在1月15日 將大眾所擔心的私隱政策推遲4個月,真是很有用 是不是就是你們所講的對抗呢?多謝各位 反方轉變發言成為3分,58秒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會進入這個台上發問的環節 首先請正方自由派出位便員作台上發問 正方同學準備… 示威示威請問 各位聽不聽到? 是,聽到,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開始 是,可以 再各位打好 WhatsApp作為印度最多人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 用戶是高達4億人 但當他進行霸權行為 改他的私隱條款和Facebook共享數據的條款 推出了之後 有5%印度人剷除WhatsApp 22%人大幅減少使用量 原來可見社交移民是能夠令到霸權的用戶減少 而根據外電報道 印度在社交移民那段期間下載Telegram的人數高達230萬 下載Signal的人數高達150萬 原來是可以逼到Facebook為了保住印度市場 在印度買超過10份報章的頭版廣告 要為使用者留下 原來移民是可以撼動霸權的 最後想問有方學 你要Facebook的用戶下跌多少 或者Signal和Paragram的用戶數字 要上升多少 才叫做有效對抗霸權 麻煩有方學 只是給我一個數字 謝謝 好,接著有一分鐘時間給反方同學預備 你也請提提評判 在這個評分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下這個評分上的次序 在這個環節 謝謝 謝謝 叮,叮,时间结束,现在请反方派出委便员作答, 请反方主便作答。 孟主席Lang mitigate 项目的程序! 没有关係的啦,那么,请作评论,请否收到? 收到,可以开始! 首先,谢谢友方同学的提问, 我们今天看到,下载量多,其实并不等于利用的。 就算你現在下載了BV等等的應用程式 你也會照用Instagram等等的舊應用程式 所以下載量多其實並不等於活躍的用戶是多的 還有你只是放上了報告 但其實並不等於你撼動了這個霸權 它也是可以照樣推出這些私隱條例 而你沒有辦法反抗它 這些就是正正社交霸權 你覺得你自己有什麼可以改變得到 正如剛才都已經說了 就是說你只是把WhatsApp的私隱政策推遲 你依然沒有讓它改變了1分1號 它只是把日期改後了 接著到反方派出一位便聯作出台上發問 預備好可以說可以 示牌示牌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 可以開始 可以 現在看到下載量多和互約數字 但是互約數字也低 只是可以將WhatsApp將它的私隱條例推遲 但除了這些這麼有用的效果之外 有沒有其他更加確實的效果可以看到呢 請問有方同學 多謝各位 好,接著先看看 1分鐘時間給正方預備 再試拍一秒 1 3 2 1 2 1 1 2 2 3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還沒開始啊,現在一丁了,一丁了,還有,現在時間到了,請,現在請政方排出,等等,你預備好,我還沒開始計時,好,可以開始。 再說,大家好,剛才的方向問,我們有沒有有效的例子,我告訴你,在社交聯盟之後,在WhatsApp的下載量和前一個星期相比,是下降了200萬以上的,是減少了1060萬,下降了17個巴士,而很見,這個是在WhatsApp在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已經大跨下降了,其次,同時間訊號它的下載量由1月6號至10號轉了社交,錄了750萬次的下載, 附增了4200個巴士,我見這個訊號的市場上升,而WhatsApp市場下跌,除了這個之外呢,在Facebook的移民潮,MIV至今累積了1600萬的下載量,三天之內新增了100萬的登記用戶,我見其實MIV在市場上升,而WhatsApp,而Facebook的市場上升,一直下降, 好,再來一方說,Facebook,雖然Facebook的供應用戶是按連上升,但它的收入是2020年的第四季,要2021年的第1季下載量減少了7.8% 是,聽到,清楚 是,可以 還有各位,大家好,今天我們首先來個求情傳意,相同的地方都是今天雙方都認同有社交媒體霸權的出現,有方主便問有方,離開Facebook霸權是否最有效的對方,有方不敢回答, 有方主也知道過人前,剷除Facebook賬戶去MIV等等其他社交媒體,最快最直接,令到Facebook的負面影響,即是出賣客戶私隱,或者演算法影響你的消費習慣這些不再影響到你,那些霸權行為不再影響到你, 好了,當變題成立了一半的時候,今天雙方就有兩個不同,一個不同就是有方主,我們對於霸權的本質的理解不同,有方主覺得霸權就等於沒辦法對抗,但有方主,今天根本就是摧毀變題,為什麼? 因為變題在說的是,社交移民這個手段的幕後對抗社交媒體霸權的目的,而不是在討論霸權的本質,而歷史上即使稱得上霸權的都有抓到的方法,包括人類的集體意識、自然倒台等等,例子就包括共產國際、納粹、大日本、帝國等等的霸權全部都可以對抗,有方可能就擔心霸權會永續,因為就出現一個新的霸權,但我們看回原來出現一個新的霸權,我們再社交移民就可以了,有方自己又以什麼歷史的論證, 霸權是永遠不能夠對抗這麼荒謬的概念,第二個不同就是標準不同,今天我方的標準是說,我們看看社交移民能不能夠迫使霸權再次回應,去減少霸權的行為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影響,而個人認同了,有方就要求我方論證,霸權不再出現,社交移民才算有效對抗, 那可能根本就是標準過都不合理,為什麼呢?因為今天見題沒有說要社交媒體霸權消失,沒有說要摧毀社交媒體,我們說只是衡量社交移民這個手段有沒有效去對抗而已 而今天我們說,當用一個合理的標準的時候,我們看回日常生活中對於對抗的定義,就等於可以吃藥沒辦法徹底消滅雙風感冒菌一樣,但可以令到病徵減少,可以由發燒去到不發燒,那在有方和眼中又算不算有效對抗? 但有方和眼中的標準就覺得沒有徹底消滅就不算對抗的了,那有方和眼中又是不是鼓勵以後雙風感冒不吃?有方和眼中的標準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效不合理? 而當我們用一個更加合理的標準去看見題的時候,有方和眼中的數字根本就不合理的,因為它說得不夠全面,我們用一個更加合理的標準和更加全面的數字去看,以Twitter為例,有方和也知道有Twitter對於特朗普的帳戶作出一些社交媒體霸權的行為,所以Twitter最新的財務, 那一部報告就反映了,原來每日的活躍用戶按櫃下跌7%,營利按櫃下跌2成,所有收入下跌2成2,而同類型社交媒體PULAR在1月3至8日的網民號召社交媒體移民期間,美國下載量高達98萬次,由大選之前450萬,激增至大選後760萬,可見原來PULAR的下載量是十分之低,但是經過Twitter做出霸權行為,觸發了社交移民之後,是能夠直接輔助霸權的競爭者去削弱霸權, 而同時之間,非政府接受NPR,推特是直接影響他們競爭對手GAP的用戶,最後想問同學,當市場只剩下一個籠斷,現在有競爭,為什麼不算有效對抗?多謝各位 好,正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12秒,沒有過時無需求分,接著有請反方第一負面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請問清楚嗎?可以 請問清楚 請問清楚 再說,有朋友剛才提及到PULAR的PULAR已經下架了 我們不說PULAR的問題,有朋友說到我們的標準實在定得太高了 但原來有朋友,你們所謂原來標準都要定義,是不是就說原來WhatsApp將私隱政策推遲4個月就是你們要的標準呢? 其實現時混湯不混藥的情況之下,就算用了Facebook也好,給多10年20年MV壯大之後又會有什麼改變呢? 主席評判有方同外在座,各位大家好 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機構發表2020年數碼新聞報告 這項調查在今年初分階段進行,調查的對象牽涉40個國家和地區 數據顯示了超過三分二的受訪者每個星期都會用手機瀏覽新聞 當中傾向用社交媒體獲得新聞資訊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大多數會在Facebook、YouTube、Snapchat等的社交媒體看新聞 數據指出18至24歲的受訪青年中有26%會在Instagram拿疫情新聞 14%會用在Snapchat,11%會透過抖音 另外,更加有24%的受訪者表示會在WhatsApp分享疫情資訊 當社交媒體作為市民接收資訊最大的渠導時,他們的存在服務就變成了市民的必須品 公眾繼而為他們帶上一頂道德光碼,希望他們堅負更大的社會責任 而偏偏這些平台早就已經變質 利用市場優勢略用戶的生物資訊分析消費行為,進行交易逃離 這次推出更多所謂度身訂造的服務鞏固壟斷地位 加上我方海所提及的特朗普事件反映了社交霸權真正的銀行 不僅是扭曲了市場,更加威脅民主 社交媒體和數位營銷的業界網誌在今年1月做了一份MIV的用戶小統計 在不同的平台上邀請了香港的MIV用戶填寫 根據他們填寫的資料,51%的人稱他們每天都會登入MIV 19.9%的人稱每個星期都會登入多次 千乎大家註冊後都會上MIV的,但只是原來看帖不媒帖 今天的社交媒體其實不僅是追求一個人都可以進行的 但可能柳方同學會說MIV最活躍的是瓶組 但這次的數字其實好像說了另一個故事 因為25%的人表示是沒有進入群組 60%的人是進入群組,但不留意不出帖文 11%是留了而不出帖文,數據反映的是什麼? 用戶上升,沒有人出帖文,發揮不到社交媒體作用 這個社交媒體如何發展下去? 當時這個社交媒體能不能發展到成二的時候 社交媒體的問題又去了哪裡呢? Facebook每一天的活躍用戶我方已經說了 但我們不如說說廣告收入 廣告收入原來還有254.4億美元 同期還要增加46% 原來收入不跌反升 其實已經證明了政策不會因為社交移民而去改變 反而令到他們的收益更多 但我們反覆咪咪咪 原來在聲勢貨門熱潮過後 越來越少人下載 如何反映出來呢? 就是社交媒體用會透過Google Play App Store 所展現出來的 使用量已經減了態 其實說到底 半湯半夜的情況之下 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社交媒體白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政方第二負面發言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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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主席情況 各位大家好 比賽來到二負可以總結一下 有方標準還是假設的錯誤問題 第一有方的標準過高 我方一負就得以有方 對有效的標準是否要令到霸權再出現 要撼准霸權 這些才是有效對抗 有方一負不敢回征 說到底有方就是充滿賽典 有效對抗霸權 就等於要消滅霸權 有方論證呢 近年社交移民的信號 就要WhatsApp倒台 WhatsApp呢 就停止帶他更新私隱條例 等等 這些標準根本不合理 到此請我方明用一個合理的標準 看看社交移民究竟有沒有 俗試做霸權再出回應 有沒有簡單的霸權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 第二有方一直都說 但是多人移民呢 未來就造成一個新的霸權 首先有方其實也承認了 原來多人移民呢 是否對原本的霸權的影響呢 是會減低它 是有效對抗霸權 但有方呢 就自己偷換概念 不知為何大公司和霸權的分別 才會擔心呢 會形成真的霸權 首先大公司呢 不等同於霸權 正如我方所說 是不是霸權呢 要看看會不會作出霸權的行為 而更加重要的是呢 有方呢 其實假設了呢 今天的用戶是不懂得選擇 其實我們看回歷史 市民進行社交移民呢 都不是盲目的 為何我們今天 離開Vorception 是會轉用Signal 或者Telegram 而不是Facebook Messenger呢 希望我們知道 Signal 它是說明 不會發賣使用者的資料 不會直接進廣告 Telegram是找它 拿名 也沒有收納使用者 國人的數據 我們離開了法庭之後 我們呢 特別有方 是這樣使用一些非樓利的良心通訊軟件 有方要怎樣論證 最後這些自然不同的軟件 都會變成法庭呢 其實呢 有方呢 只能夠過高的標準 我方都來講 有方呢 反對不到個人的作用 雖然在座位 都說不少人 是使用Signal 減少使用Whatsapp 背後呢 因為轉換之後 我們相信Whatsapp 不會再有我們的通話紀錄 我們的個人資料 不會再被不同的公司 只肯為社交移民 我們直接減低霸權我們的影響 這個絕對是一個有效對碰的一種 我方今天看個人資料 是整體 集體社交移民呢 是可以削弱霸權的力量 扶植生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其實最重要呢 都是用戶 用戶數量 都反而直接影響它的影響力 和技能力 只是因為用戶的重要性 社交生活在印度大溪 這個社交媒體之後 燈頭版廣告還能顧客 霸權的影響力 競爭力商業價值都會下降 社交媒體之後呢 新的社交媒體可以完成第三方勢力 和霸權抗爭 例如之前Whatsapp勢力強大 有近10億的下載率 而社交媒體之後 式能掛起 現在已經有了一些5千萬的下載量 有效減低Whatsapp 霸權的正體用的影響力 出來霸權影響 叮叮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沒有過時 無需求分 接著有請反方第二負面發言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時咪時咪請問你有沒有聽到 聽到 好可以開始 叮 其實現在社交霸權是一個惡性循環 霸權從來都沒有解決過 今天你又方同學還很有趣地跟我們說 其實霸權不需要消失的 今天如果有方同學說不需要消失 那你正在追求的社交移民究竟是什麼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序 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方由開篇到一副已經不斷地問你 Whatsapp將私隱政策推遲4個月 是否就是有方同學追求的有效對抗媒體霸權 有方同學一直都沒有清楚回應過 去到二副這個位置我都不再問你了 但答案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在今時今日莫說社交移民有效對抗媒體霸權 今天連社交移民這一步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憑什麼跟我們說 或能夠對抗媒體霸權呢 沒錯 是說得很好聽的 移民了就可以避免霸權 但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社交媒體是一樣怎樣的東西 當今天若果你在一個新的討論區上面 沒有人跟你有任何交流溝通的時候 你很自然就會回去之前那個 很多人跟你聊天的地方 而不再去使用這個新的社交媒體 在5月15日之前 其實大家一直都很擔心WhatsApp的私人問題 因為很多人不少 即不少人都說要轉去用Telegram或者Signal 但現在5月22日 你們在在有哪一個真的沒有再用WhatsApp 你的WhatsApp刺了沒有 有方同學我看不到你們口中說的成效究竟有多大 看到的只是WhatsApp的不可取代性 有方同學你今天跟我們說要抵抗霸權 我都很想支持你的 但我給你們看得更加實際 你們手機上面的WhatsApp Instagram都未刺 你說的成效究竟有多大呢 再者正如我方開篇這樣說 當一班人在新的媒體上面圍爐取暖 同溫層越積越厚的時候 自然就會形成一個新的霸權 並不會像有方同學你這樣說 令霸權消失 但當這個霸權出來的時候 有方同學你是不是又拿回今天那套 我們又再移民了 可以的 但其實有方同學你要明白的是 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企業和人都是一樣 都是貪心 都是賺錢的 利益最大化是每一個人都在追求的東西 正如Facebook當年 都是以開放這個溝通平台作為中指去起家 但是不出十年就成為一個廣告處處的平台 以利益最大化的營運方式去轉造這個營運方式 在大數據的時代其實用戶的資料是很值錢的 所以Facebook才會選擇轉變為新的一個營運方式 而去出賣這個用戶的資料 就是造成理所講的媒體霸權 其實或者有方同學今天提到MeWe 或者其他媒體的爆紅原因 其實都只是談話一言 這朝過後都會慢慢衰落 又或者MeWe會成為下一個Facebook 但是將它走到一個這麼高的位置 定定 知道可以有更好的賺錢機會 它又會不會放棄呢? 再者有方同學你怎麼能夠肯定 它不會成為第二個霸權? 多謝各位 好 反方第二副會發言成為3分11秒 過時無需求分 比賽現在進入到台下訪問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便員發言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答 台下發問時間為1分鐘 台上準備也是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派出一位便員向正方台上發問提問 如此類推 雙方各有兩次發問機會 另一條題目可以由同一便員提出的 台下發問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問題請正方現在派出第一位台下發問員 是 請問聽到嗎? 是清楚的 你有1分鐘時間可以開始 還是 主席評判正在各位 大家好 來到台下發問 在右方眼中 多人社交鹽就會形成另一個霸權 而小人社交鹽就不是有效對抗 在右方的標準下 正方是永遠都不會成立到變系 而我們今天跳出這個標準 今天我方見到信號的出現 是因為接受不到WhatsApp的腐敗 MeWe更加承諾 沒有廣告、間諜軟件和監控 右方有什麼證明可以肯定 所以MeWe和Signal 最後會變成WhatsApp去發賣客戶資料呢? 多謝各位 好,有一分鐘時間給反方和我準備 準備時間開始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反方派出入位同学作答 请反方派出入位同学 先请反方派出入位同学 先多谢有请同学的提醒 我刚才说过 只要没有制度性的改变 那么你不会有任何改变 现在法律不变的情况下 情况也不会改变 但你们又听不到 試問有哪一家公司不會為了迎合股東的利益而改變他們的營運模式呢? 可否舉例有哪一家私人公司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作為終止呢? 在以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他們又怎會不會這樣做呢?多謝各位 好,接著反方第一條台下發問,請預備 預備好,可以說可以 反方第一條台下發問,請問可以開始沒有 反方第一條台下發問,反方同學可能你沒有開咪 你可能沒有開咪,反方台下發問的同學 請問聽不聽到,反方台下發問的同學 是,反方台下發問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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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需要緊張,請你開咪,是 好 試咪,試咪,試咪,聽到 是,聽到,你有一分鐘時間 好,現在準備好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有關同學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由開箭至今 跟我們說這些 社交媒體下載量的升級 不過有方同學,你們一直都沒有論證過 社交媒體下載量的升級 如何影響社交法權去改變他們的政策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你們今天所說的有效對抗 你們有沒有改變了Facebook、WhatsApp、Twitter 哪一項政策 如果下載量的記憶只不過是這麼小的時候 你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改變社交法權 他們要去轉他們的政策 請問有方同學,你們今天的有效對抗 對抗就是什麼呢? 好,接下來有一分鐘時間 讓正方同學預備 來分析一下,開箭至今 好多可以再轉 -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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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现在请正方派出位同学作答 上面只有一位 mac 声闻mind所写何策 听到 pamię cuando算是 可以开始 议 第二位,大家好 有份文是我们对抗了什么 而且舍交便利于Whatsular1月11号作出回应 即使事项至 binnen5月 这个便利用他们的回应 這個就對抗了 再來因為有方其實都是擔心社交移民這個行為 其實是會影響自己的行為 但是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市民 我們移民來說一個有限的手段 還有剛才有方問我們Facebook他改變了什麼 其實不單止他是社交移民了 他的用戶量減少了 而且更加是營運收入減少了 例如由2020年的第四季 他們的營運收入由130美元 下跌到2021年第一季的110億美元 足足在15% 這個正正就是對霸權的影響 這個正正能夠影響到霸權 再來其實Twitter又回應了什麼 其實因為我們離開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不再需要受到他的營運監管 即使他離開了 他現在都可以用其他的社交媒體和他的支持者 和他們的支持者去回應 多謝大家 好 接著有請正方派出第二位台下發問 試麥 試麥 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 你有一分鐘時間可以開始 主席 評判 協助我 大家好 其實今天雙方都有一個 雙方 大家都覺得社交移民有用 甚至有方在台上答問的時候 都承認社交移民 令WhatsApp推遲CN條例 是有用的效果 就是擔心不夠多人做 不夠WhatsApp這麼多活躍用戶 先問清楚有方的標準 有方是不是要社交移民 一出現就要這些新興的社交媒體 要立即有和WhatsApp、Facebook等同的下載量等同的活躍用戶數量 才叫有效對抗 多謝各位 好 接著我們反方一分鐘時間準備 準備時間開始 先進一步 请反方派出一位同学。 请问,听不听得到? 预备好,可以说可以。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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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听得到? 有点点赖,可不可以试多次? 试咪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得到? 听得到,可以开始,你有一分钟时间作答。 首先,谢谢有班同学的购问。 有班同学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 推后了是不是等于有效呢? 今天我方问的就是,有没有改变到他们本身的政策? 那些人没有用社交易,那些人没有用WhatsApp, 那有没有改变到他们本身的政策? 今天有班同学你和我们说, 一些币数或推算法会影响到这个客户的私隐, 但是因为今天即使他推迟了, 但是他的政策有没有改变过? 他的用户的私隐, 他的条例根本没有改变过的时候, 那今天社交移民又有什么用呢? 再者今天有班同学和我们说, 活跃用户要达到多少才是足够呢? 但是有班同学, 你今天看到的是, 活跃用户人数根本不足, 根本没有人用的时候, 那今天社交媒体又有什么用呢? 今天你的所谓的社交移民, 又有没有人真的愿意去这样做呢? ครап 166位 接着有请反方第二条图里面的华文 清晰可以 丁 主席... 有班同学二位, 大家好 今天有班同学一 adding 我將Telegram下載了多少 WhatsApp下載了多少數字 拿出來跟我們說 但是有關同學人士 始終都沒有考慮過活躍用戶的這個數字 而問照公訪的時候 你和我都或者都下載過Telegram的訊息 只不過這個月潮散去 我們都很多人回WhatsApp 而在數據就跟我們說 Telegram訊息的這些用戶的活躍程度 就是十分之低 每個人平均回日只會用5.8分鐘 5月15日就已經過去了 WhatsApp這個極為不道德的私隱政策也都過了 其實今天不是我們標準定立得太高 而是有關同學的標準實在是太低了 你們今天去做這個對抗 你們就沒有改變政策本質 而只是把這個這麼不合理的私隱政策推遲4個月 請問有關同學推遲4個月 是不是就是你們口中所說的 這麼有效的狀況呢 叮叮 接著有一分鐘時間 給政方準備 拿到招推遲33組 在一些人口的評施 叮叮 叮叮,时间到 请政方排出一位同学作答 大家听不听到? 听到可以开始 各位大家好 有方问我方推辞了四个月 是不是就叫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我方答是是 原因是什么? 有方说到社交媒体霸权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他还怕这个社交移民? 为什么还会推辞四个月? 他推辞了四个月 就是因为他怕社交移民会成功对抗 有效对抗 再者,今天有方说 最后只是担心社交移民的规模不够大 现况未做到 但是不代表今天这个手段无效 首先是个人而言 社交移民就是避免了社交媒体侵犯校户的私隐 和谋并购等等的霸权行为 再影响不了校户 而第二,有方说是没有举出任何资料 是你离开一个社交媒体霸权之后的应用程式 他还会继续侵犯你的私隐 继续拿你的资料 有方说是你无论证到这一点 而再说 今天有方说提出了 就是小人不做社交移民就等于霸权的影响太少 多人就怕弄了一个新的霸权 有方说我都承认个人而言 是可以进行社交移民减少至新的影响 有方说是偷换概念 因为大公司不等于社交移民霸权的影响 双方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预备时间结束之后 先由反方发言 接着轮到正方发言 一分钟开始 明镜需要点减少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先請反方傑變進行總結 預備好,可以說可以 請問聽不聽到? 好,清楚你有四分鐘時間可以開始 原來今天友方同學的目標就是令到WhatsApp可以推遲四個月去進行那條政策 原來今天這件事就是友方同學所追求的 友方同學跟我們說到社交移民可以減低霸權到我們的影響 那我就想問友方同學 今天你們打比賽之前都會去上傳動態去IG 連賽會跟我們溝通都要用WhatsApp的時候 在你們標準底下這樣社交移民又有沒有用呢?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請問在座各位身邊的親人、朋友、同事 有沒有轉用Signal、Telegram、VV等等的新興社交媒體呢? 可能在移民潮興起那一刻是有的 但以前過後你們還會幾經常去打開這些應用程式呢? 身邊又會不會有很多朋友透過這些新興的社交媒體去溝通呢? 但答案今天是什麼呢?都不要緊 因為今天友方同學認為只要下載這個新興社交媒體 就等於可以對抗到社交媒體的霸權 原來今天沒有人用呢?都是不要緊的 今天其實大家沒有真正思考過下載這些社交媒體的作用是什麼呢? 可能是因為網絡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因素 甚至可能只是一個跟風的移民潮 當今天社交移民潮不成氣候 新的社交媒體沒有辦法普及到去對社交媒體的龍頭 令到他們改變他們原有的政策的時候 今天社交移民又有什麼用呢? 大眾從來都沒有思考過轉用其他應用程式 是否就等於可以解決了原有的問題 甚至大家都忘記了人類的慣性 是沒有辦法令他們暂時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 人類的貪心令他們沒有辦法接受新媒體的逆運模式 只會令他們繼續自願犧牲他們的私隱 去用Facebook IGDD的社交媒體 當今天仍然有一大部分人習慣用Whatsapp、Facebook、IGDD的社交媒體 今天一小部分人又如何令到一大部分人去改變呢? 今天說的是5億人去改變20億人 有方同學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就算今天真是被新興社交媒體成為主流媒體 但是一些因為政治取態而轉用其他新興社交媒體的市民 他們只會大家一起圍爐取暖 當一個地方再沒有其他聲音、其他意見 所有的意見都是一致相同 大家都只會聽到自己想聽到的東西 這樣豈不是會令到同一層越質越厚嗎? 回音室效應越來越嚴重 社會就會越吹兩極化 當人類無法接納不同的聲音的時候 只會相信和自己思想上相近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還是我們當初可以接納不同的聲音 可以共融的社會 在這個新興的社交媒體裡 沒有人可以說到反話 你的一言一行都要跟大眾一樣 大家都像一步步複讀機一樣 只能夠同意而不能夠反對 如果不是得到的結果 就只是不停被人圍剿、起底 這種就正正就是另一種的霸權 當今天社交移民是為了想逃離社交媒體霸權 但原來兜兜轉轉 最終都是逃離不了言論的霸權 原本的問題解決不了 另一種的霸權又出現 難道到時又要好像有同學所說 要有新的社交移民潮去對抗言論霸權? 原來這個只不過是死巡話 問題從來都沒有解決過 今天解決方法可以是網絡實名制 可以是立法規管 但絕對不是移民 絕對不是社交移民 講到尾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正視過問題所在 所謂社交移民都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 拜權這個惡魔從來都沒有走過 只是寄生的地方不同了 社交移民就好像雷雨所指的小人一樣 只是希望別人跟他想的東西一樣 而沒有辦法跟其他使用者共用 有方同學以為是在幫這幫市民 但其實是在害他們 如果今天有方同學所說的有效 是等於會形成 有效對抗是等於會形成 第二個霸權的時候 並且還要循環多少次才足夠呢? 謝謝各位 反方結變的發言時間為4分07秒沒有過時 所以扣分 接下來有請正方主變作出總結 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你有4分鐘 預備 好可以開始 叮 所以 主席評判主席各位 大家好 是日常我們都會接觸到行政、立法、司法 三個概念 亦都會知道媒體作為社會的第四權 但是作為社會最根本的組織 作為市民 又有沒有想過我們自己所擁有的權力呢? 近年興起第五權的概念 指出網民其實是有能力監察社會 甚至乎是政府 普遍今天的變態 當網民面對著社交媒體 導致私隱 禁制言論的霸權行為 他們可以轉用其他平台 去脫離這個霸權的影響 正是因為每個個體都有力量 這就是我方今天所深信的道理 但無奈的是 今天有方漠視人的能力 更加在審視變態的時候犯下兩大錯誤 第一 有方今天以悲觀的態度去審視變態 眾觀全場 就是今天有方覺得 以現時的人數 霸權是難以行動 對抗不到 所以就覺得社交媒體 社交移民是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WhatsApp轉信號 Twitter轉GAB等等的霸權 都是對這些霸權是毫無影響的 甚至悲觀到跟他們說 即使擊敗了一個霸權 都會由第二個霸權取而代之 總之霸權是一定不會消失的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今天有方根本由主變到台下 接變的時候 都沒有給過一個確實的數字 如何是有效的 其實他們標準模糊 其實今天有方就沒有扶到 有方的論證責任 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二個毛病就是標準過高 有方今天就想要一個社交媒體霸權 是因為社交移民而被消滅 變態才成立 但如果社交媒體這個霸權已經倒台的話 其實今天我們不需要辯論比賽 因為其實我們政府已經贏了 所以其實今天討論變態的關鍵 就正正在於社交移民 是不是可以為霸權帶來威脅和競爭 減少他們的影響力 而並非霸權本身是否能夠取消 即使訊號當變成霸權的話 我們就再移民過 其實今天都是沒有問題的 和有方今天所說的實名制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打個比喻 例如口罩其實本質上 都是沒有辦法消滅這個疫情的 但為什麼今天有方都依然相信 口罩都依然戴口罩症 因為有方今天都相信口罩其實是有助 再可折這個病毒的傳染 但其實來到這裡 請各位細心想想 霸權並不是憑空而生 也不是什麼超自然的力量 所謂霸權都是由人養大 過往有很多人啞隱接受霸權的行為 例如有方今天一樣 消極面對貶低個人的力量 最後什麼都不做 才令到霸權形成 霸權之先那套社交媒體 就是由人組成所交流去討論的平台 沒錯 我們的確是很依賴社交媒體 去做即時通訊 分享平時的日常生活經歷 但同樣的社交媒體 正正都是很依賴我們的使用 多一班人不再信任 不再使用這些侵犯私隱 控制言論的媒體 這些霸權就難以生存 甚至要用盡方法去挽留用戶 在社交媒體這個特別的產業 用戶才是真正的老闆 所以今天要害怕要恐懼的 從來都不是作為市民 作為用戶的我們 去對抗霸權 不可以只有一個人去做 要取得成功 就必須要靠集體的力量 當初很多人都覺得 無線這個電視霸權已經穩如泰山 論資源、論規模 ViuTV根本不可能挑戰到無線的地位 但過去三個星期 每晚很多人都追肥企華 即使無線扭進六任 都沒有辦法挽回年輕的觀眾 一個人轉台 的確是不會阻止到無線吃老本 製作一些劣質的節目 但香港人只要團結一起轉台的話 就能夠威脅到無線的收市 論收市、論收入 ViuTV跟無線的確是有很大的差距 很大的距離 但我們現在又有誰能夠斷言 無線的霸權不能夠被撼動呢 當年ICQ在擁一億的用戶 是當時最大的社交媒體通訊軟件 沒人想到幾年之內就被MSN淘汰 不論是政治、軍事還是社交媒體 類似的例子多不勝數 這些例子就正正證明了 我們以往的悲觀是錯的 很多人以為我們是不能夠撼動的霸權 最終都由穩如泰山 面對著競爭 慢慢走下坡 面對著霸權最頂盛的當下 或者我們很容易感到悲觀 但再做各位不妨抽離一下 審視現實 相信人的力量 作出一個客觀的判斷 多謝大家 請問兩位評判有沒有哪一位可以先給評語 如果兩位都沒有特別意向 我順著發言次序 首先有請寶路六世中學的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侯耀雄老師 厚Sir給點評語 謝謝厚Sir OK 大家聽不聽到 是聽到的 好了 那我就看回本身那個 我自己讀四 不好意思 好了 這樣看回的話 我覺得這場比賽 在浪上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聽學生去做一些討論 因為我跟得不多 我覺得是 變題 我覺得最大的地方就是 如何看現在這個時空會 OK 因為現在這個時空很關鍵 其實 因為你問我的話 其實好像正規版 雙方都是用現在的 譬如一些新的討論 EV的下載量 用戶 活躍用戶 這些概念 所以在這個位置去討論的時候 就是會在於其實 由哪一邊是用那些說法 會例如是會 游說評判覺得現在這個 社交移民是 某程度上有下 會是 OK 現在EAC的時空 到將來這個時空 我覺得 你問我的話 到最後 我的感覺上 其實我覺得 全政府會用一些類比 例如 林毅劍的手掌 我們說回這個 無線戰爭 和 現在的競爭 情況 這個是一個類比的情況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或者我自己都會接受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如果反方要在這個戰場上面 要能夠去挑剔到政方 那反方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或者類比 有這個移民的潮出現了 而之後會無疾而終 會是 那這個位置就反方 我覺得在這個討論的戰場的時候 其實正反相關在這個位置 現在和將來這一刻 怎樣去討論呢 就是這個 第一個在那個用戶趨勢 就是移民這個部分 第二個戰場 也要說現在和這個將來的情況 就是反方所說的 霸權的概念 因為 霸權是會可能 將來會變成新的霸權 那反方會嘗試 論正的就是 因為那些人是貪心 即是反方可能有些 可能他需要 會提出加多的利益 會提出 所以這個霸權 將來會形成一個新的霸權 OK 那政方都是會質問你這個位置 那所以反方都有責任 如果這個 即是我覺得 這是因為你提出的 那如果你提出的話 其實你需要 可能論證多一點點 就是在於 那為什麼將來 這些信號 都會走這個方法 可能必然會走這個方法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們很想當然 因為可能人 就是貪心 那我就可能類比一下 如果按他的想法 其實很多的 我們有些 比如我 我打個例子 可能大家可能 認同 我們現在有些網媒 立場新聞 或者有些傳新社 都可能會透過一些眾籌 去端助 去營運 那如果我們 假設的是 當然 我覺得我都以為 那些企業 可能他只是一個新聞工作者 可能你覺得 可能他不是一個 賺錢的社交平台 那意思是 在於 一個的 營運模式 如果 他一定因為會是 利益最大化 那可以說 社企都不行 社企都不是利益最大化 我覺得是 但是反方 如果你提出這個觀點 必然衍生 另一個新的霸權的話 你就需要再類比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例子 當然你用一個 潮代 那我覺得 如果有些 一些營運上面 我會做得更加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 這條辯題 我覺得是難處理的地方 正正反 所以有些東西 是用現在的資料 是得足以 論證 或者推翻的辯題 那我考台上 或者雙方的 準備的 特別研究 準備過程 就是要用什麼方法 去演繹這個趨勢 演繹現在的數據 將來要衍生一些什麼的結果 論證的有效性 我相信的是 如果我覺得是正方 在主詞上 我覺得那些位置 是有些 我認同反方的正方 如果你要point one 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 我不用這個社交媒體 我不再用Facebook 它減少了我受霸權的影響 這個是正方的第一項目 我自己覺得這個位置 是這麼低的 就是我覺得 真的有些是 準則是會叫做過低的 我覺得準則是很相對的 即是 整個變成場 就經常都可能 你要投過波 我要投過低 因為我覺得這個位置 如果是 我不可以說是異論性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如果是對抗 我會嘗試用 咬文著字一點 如果是外反的話 你會說 你是不是逃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其實 我不用它了 我沒有給你招呼 是不是逃避 可以隨便有用呢 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個真的有些低一點 不過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正方開頭的局 我覺得不是這麼大的 優勢 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我覺得 在一個辯論比賽 當大家都要去衡量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 要衡量的就是準則 因為反方的準則 我通常聽的時候 真的不太清楚 準則是出錯的 當然我覺得整方的準則 又不是我接受 但是 如果有好一點的準則 去做比較 我相信這場比賽 可能會再具體一點 或者打得再精彩一點 或者再全面一點 因為去到中段 有些人 甚至普論數據上面 資料上面 我跟你有不同的資料 變成大家演繹上 有時候可能會從自己的角度演繹 我反而應該是投下發問 我覺得反而更加準確一點 要對方回應對方的問題 我覺得反而回到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這場比賽 因為很遲風 表達上我覺得大家是 太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你問我 我覺得是 在那個後場的時候 有了這個位置 其實當大家都 用現在以後的資料 去嘗試去講的時候 那怎樣講到一個趨勢 這個就是考大家台上的那個能力 或者在那個準備 一些例子的資料上去找 那這個是我少許的 所以我們留給其他人 謝謝 不好意思,謝謝侯Sir 接下來我們有請 陪伴中文名女教練蘇俊鋒先生給你評語 謝謝 好,謝謝 那首先呢 就講一條變題 我收到 看到霸權這兩字 我自然會覺得是 是一些左翼的思想 霸權可能是討論 過往 它是基於一個文化霸權的概念 就是討論 究竟 怎樣陷動這個資本主義 那樣的 所以霸權呢 是講一個很宏大的一個 structure 那今天雙方也是有這個這樣的 那個傾向就是一個討論一個人的那個能動性 以及怎樣面對那個 structure 那個武力 那所以呢 我就是 想這條變題呢 我就會不斷套入就是 就是 對抗霸權的時候那個準則是如何 我覺得今天我是同意了政方就是 不能夠好像反方那樣是說的 要完全拆散了霸權 砍爛霸權 那樣的 而是 某程度上是怎樣 就是人怎樣展現到他的對抗性 我覺得 已經是 能夠可以去 就是論證到這條變題 就是那個標準是沒有那麼高的 我那個 評分的那個位置 那 但是今天呢 雙方講了很多數字 那一來就是 坦白說我抄不及的 二來呢 就是 我認為 我亦都不能夠因為那個數字 就被哪邊贏 那所以呢 我想聽到更加多的東西 但是譬如說 正方我會想聽到的是 社交移民 那個重點不是在於那個數字的 就是多少 因為你說到那個 那個 structure 是這麼難陷動的話 那我想聽到的是 你社交移民 究竟那個方法是如何 究竟那些人是如何去做 他不是就這樣動的 其實他們可能是有一些 那些做法 譬如很簡單就是 在IG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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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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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就是反方,我会想听得多一点就是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那个霸权是改变不了 今天有说一点就是因为人们贪钱 其次就是我觉得可以说到的就是 因为可能他们本身,社交媒体本质上都会有言论的管制 所以就不可能撑动到的了 他一定是要去判断左右翼的言论,是不是hate speech等等 又或者其实用户是喜欢这个广告的等等 这些原因都是可能他为什么不能够改变霸权 或者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对抗霸权的原因 所以我会期望就是听得多一点 究竟那个人数背后的原因 以及究竟他如何去做 我觉得这两方面是会帮助到双方去 演绎那个双方的主事 也就是他能够造成了气氛 告诉评判听究竟这个人面对着一个这么大的构固 是有力还是无力的 是的,我的评论是这么多 谢谢 好,谢谢苏先生 我也简单做一点点评 这场比赛坦白说我自己觉得 正反双方的内容和表现其实差不多 所以我很难在内容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取态 或者倾向我自己觉得哪边更合理 所以我做最后的比赛 我自己在这场比赛更加倾向 可能只是一些细节上的攻防 或者有个别辩论员的一些表现相对比较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自己的感觉好像 明天场面对比赛好像一对情侣吵架 究竟什么叫做爱我呢? 男方就告诉你 我付出很多 你看看 他就会数一大堆 我又买花给你 情人质就和你吃饭 我每个月又出粮给你 反方就会觉得 不行,你的标准不行 你不够爱我 你爱我 但他又没有说到你怎样才是爱 他就觉得你的标准不是那么低 你这样就叫做爱我 你送花就叫做爱我 然后接着 我觉得关键是怎么办 正方就说是 起码我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都做了 我要做的事情 你想怎样 难道是给你一条命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条命 我觉得其实 如何去算掩 今天我觉得战场很简单 我将这条片提分做两块大的战场 其实之前的比赛也有类似 上一场比赛 我觉得双方都很在定义上 尝试为自己争取一个 在定义上很大的优势 今天我觉得双方都很怪 这场比赛 反而双方都没有在定义上 去做一个很大的 什么先算 虽然大家都会说对方 你这个东西矛 但我自己觉得在本身定义上 其实双方都没有说很 本质上定例 举个例 虽然反方也有少少说到 你要完全地去解决 例如霸权再重复 也不叫做消灭 但是我觉得反方也没有矛盾 说霸权要完全消失 他只是提出了一件事 可能叫做 你起码也做到一些叫做側变的事情 所以我大概将这条战场分成两边 第一就是厌世的情况 什么叫做有效 可以叫做舒缓 或者我们针对这个霸权 去作出一些回应 第二就是对于霸权的 如何程度或者如何才算是一个霸权 已经被抗衡 正方我坦白说 我同意后尚的说法 我觉得正方的论证 一开始标准是有少少 又不算低的 我觉得正方的论证 例如你觉得有效 就是只要对应到问题 例如我对于个人 虽然你开了个人和社会层面 但是你会觉得那种 只需要我应对这件事 有某程度上的果效 例如减少和舒缓 就等于叫做有效 我觉得其实是有少少 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有效和我们要对抗霸权 我觉得程度上是有少少落差的 第二个关键就是有效体验在什么 所以第一个关键在于 你有影响 但是体验在什么 那么正方很强调的 在前半场觉得下载率的增加与减少 反方其实我觉得前半场的一些工房 也有尝试挑战的 是不是下载率少了又等于有效 但是我们看到 例如仍然 好像以Facebook为例 我们仍然也看到有很大的用户的活跃率 或者用户增长 那么 正方又会尝试说 其实你要想 但是正方说 其实我前半场没什么很正面回应 正方前半场在这个有效程度上的回应 只是充其量告诉我 那么 你叫什么才是有效呢? 如果下载率要跌到是什么呢? 是否要我完全不肯动 或者是否要去到什么呢? 我觉得前半场这个答法不是最有效的 但是我同意后场在这个说法上有些补充 例如包括印度台下发文的例子 开始有少少说到多少少算验 例如你觉得效益体验在大家如何看下载率 或者你会尝试说多少少大家如何透过这个行为制约 我觉得这里是多些希望听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正方第二个面对着的少少在这个论点的移民 就是在于 你其实说的那些东西不是很有移民带来 因为例如你觉得个人的伤害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受到Facebook或者WhatsApp的伤害 但我可以转用一个伤害小一点的软件 例如Signal 它可以保护我的私隐程度更大 VV它没有广告 但是这个是否移民带来的果效呢? 是否移民带来的效果? 因为我不需要再受原来的霸权 但是这条辩题 我没有制约到霸权? 有没有改变霸权? 似乎好像没有 举个例子 我说我去面对一个极权政府的方法 就是我移民去第二个国家 因为第二个国家有自由有民主 但是似乎这样去说我们去对抗 或者去针对原来的政权有什么作用 我期待政方可以多说少少 我反而主便有少少少想提及 例如你有讲到一些大学的研究 透过这些东西 如何可以做到一些 例如客户或者说一些实质的影响 将来的下载率如何 再除了你在说WhatsApp的延迟之后 我觉得如何在这里再推动 再去做多一点 我觉得政方可以多说少少 不过我同意在这个位置里面 政方是能够可以 如果以他的标准来计 他可以说到这一件事 至少在某程度上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是有做的 这些有做的事情 我觉得反方也没有反对 反方对于第一个论点 我个人觉得似乎不是很完整 因为反方的论点是 很多时候用一个现象归纳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你有效的 为什么现在数字上仍然上升 为什么仍然是活跃呢 还有我觉得一副也都 没有正面地回应政方说的那些内容 会不会带来而是花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因为政方有点浪费 所以一副 就好像重新说回霸权 有多大的严重性 或者前半场有点涉底 而我觉得反方反而没有说到 如何 例如社交媒体的本质 或者有没有什么能实质 它的背后 例如在定义上 或者它的本质上 会更加进一步 令到一些 例如 你们觉得成效不能够彰显的情况 我觉得反方 除了我同意 比较口号化地在前场 讲了一些 例如 因为贪婪 公司是不是都会做回这件事情 我会期望在中间分析多些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种趋势 或者这种可能性会更加大 又或者你也会碰到一些 例如社交媒体 我觉得特质不大 大家都是用的 所以我们也不会转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 的算验或者回应 其实某程度上 我觉得在这里的着物是比较少的 第二个战场 我觉得有关于霸权的消融 其实前场我是比较 因为反方尝试说 我们今天要带来一些质变 我觉得这个说法 其实我是同意的 我会觉得 例如 当然我也觉得这条片题 不需要完全去到消除霸权 才等于 但是反方我觉得标准很清楚 他说我都不是觉得霸权要完全去消除 但是至少你要带来一些机制 或者是质变 才等同于我 在某程度上对应 可惜我觉得反方这部分 在中间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没有深入地去再挖一些 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经常都说过极权 例如反方主辩有说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举一个例子 反方主辩用了唐宋的例子 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君主制的社会 改朝换代不能够制约军权 是因为没有带来制度的改变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 反方我都可以更加清楚 例如你觉得革命不同 因为革命去制约的军权方式 是他带来了一个革命性 或者带来了一个制度的转变 可能你在心目中会觉得社交移民 带来不了制度的改变 因为这个只是消费者的选择 就是由一间公司过到另一间公司 反方有碰过少少的 例如在中间他会 例如当正方问你 你想怎样的时候 反方有碰过 例如有些制度的改变 但是制度改变 你会觉得由政府的法规改变 因为定是好像正方所说 你需要的就是有些公司规管 从而制约到它 令到它以后 会保护到它的私益 或者不做广告 这些叫做側变 我觉得这里反方其实是说得不够的 正方在这里 我觉得略嫌 就是他中后段有尝试给你说法 第一他觉得你的标准过 第二他就会尝试说 也不是没有側变 例如你会看到 例如制度上派对 我们都会在私隱上注重了 例如他会说到某些公司 那个其实我觉得正方捉到路 但是未脱到很多 例如正方你会说到的 其实不是没有側变的存在 例如消费者的选择 其实是朝向 例如举例 我会更加倾向一些保护私隱的公司 例如好像Signal 这个就带动了側变 因为我日后 这些霸凌的行为 可能会因此而透过减少 又或者你会觉得好像MIV 他不卖广告 这个就是反方需求的側变 因为这个就是你想说 如何透过一次的改朝换代 带来到一些制度的优化和改变 我觉得正方在这里可以发挥得更好 就不要停留在 因为我觉得去到后面 有点点略嫌再重复的话 我觉得这个说法就会有点点单调 就是正方去到后面 都只是重复 没有的 如果再出现的 我们就再改朝换代 我觉得这里就会比较 听下去有点 只是一个便技上的回应 但是反方在这里也没有捉到 反方也不应该那么轻易接受到 或者停留在旁边的 就是我上一场也有提过 你也要算验政方的这种 你再出现多一次的时候 如果行为 会不会出现得越来越频密呢? 就是举例 或者霸权的行为 会不会伤害性更大 所以从而你的再来一次 会不会更难呢? 比起以前 如果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你也可以反映得到你的社交移民 虽然好像说再推翻一次 但是原来霸权行为的形式 可能会因此而深化 或者会有更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会帮助到你们去算验自己的轮点更加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双方 我的略嫌就是很多 大家开出来的框架 其实很多问题不大 大家都可以用你的框架去发展 但问题就是在于选用相同的东西 或者就着比赛的发展里面 就着对方的内容 再去完善你的框架的说法 今天双方有点 好像在前半场 大概去到框架发文前 有几个辩位都停留了 框架发文有少少的推进 之后又回到原本前场的说法 令到场比赛 如果整体而言 双方有没有一套说法 是能够完全地说服到我 我觉得双方也会另外传留了一些疑问 但可能在一些细节处理上 个别论点 在一些辩元交锋 或者位置上略略 正方可能会处理得较好一点 所以我个人在这场比赛 分数上会倾向到正方 但以双方的表现而言 我都会觉得挺接近的 但也要赞的 就是今天在个别辩论员 雙方都有的 例如正方的第一副辩 结辩 反方的主辩 等等 我觉得你们的演绎 或者整体描述上 我觉得辩论的技巧上 都是很成熟 亦表现得不错 所以双方可以继续努力 如果有个别移民的话 可以在辩论场上和我交流 好 我的意见大概来到这里 我也顺带交代今天的赛果 今天的赛果提醒一下 我们是以这个票数决定 先公布最佳辩论员 最佳辩论员是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 是正方的第一副辩同学 而这个评判方面 今天的赛果方面 是3比0 换言之由正方的 天主教国德性中学的同学生出的